叫鱼缸三亿多 大家觉得实在是小了些 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一户多少人算一算 有的人一户还可以拿到一两万块不等 那么但是在这里面呢 本来传出说 是没有这个相关执照的 没有营业执照的 像是摊贩呢 计程车不能够缴这样的一个钱 那么现在会不会有所变化 今天就有计程车司机私下表示 还是想要有收费来做这样的一个车钱 而且原本摊贩不能够纳住消费券的 消费范围当中 似乎在今天也出现了复活转环的空间 今天会说很有机会 政府发放消费券 真的什么都能够买吗 我们第一站就来台北车站试试看 先生不好意思 我要用消费券买台北高雄来回车票 不好意思 我们目前没有开放使用消费券 还不能用消费券买车票啊 用消费券到台天买车票 原来行不通 3600元的消费券要来刺激消费 不过可不是每个店家都通通 有奖使用方式却是限制多多 包括缴税停车费买彩券 悠有卡除值投资理财买基金都禁止使用 公车票火车票生病看医师 补习费公营事业水电瓦斯也都不允许 更别说是消费券抵抵押房租或者是买 也想收消费券抵抵押车钱 除此之外 拿着消费券唱KTV也是不行 有开同一发票店家都不见得能够使用 更别说是市场摊贩 立委们只好想破头帮忙请命 希望能纳入消费券的消费范围之内 目前经济会表示很有机会 看来消费券的商机人人都想分杯羹 这次新鲜海旅选号台北采访报道